经过一整夜的迅速燃烧 山脉大火的过火面积 在圣安娜风的助长下 截止周四下午4点 已经扩大至20485英亩 烧毁了文图拉县的房屋 农业用地和马树木场 而火势控制率仍然为零 目前山脉大火已经波及 穆尔帕克、卡玛里奥、圣保拉和索米斯等社区 威胁数千栋房屋 一万多居民被迫撤离 同时文图拉县的实际所学校和学区 也已经宣布关闭 周四消防单位表示 会部署10个损失评估小组 确定受害房屋的准确数量 但起毁原因仍然不明 周三周长纽森也宣布 已经从联邦资金拨款 将帮助文图拉县获得救灾资源 山火产生的大量烟雾 也迫使文图拉县空气污染控制区 发布警报 他们鼓励居民留在室内 或避免剧烈的户外活动 气象学家表示 周三的震风时速 一度达到60英里以上 加剧火势蔓延 不过周四风力已经减弱 风速约为每小时30英里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刘佳佳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